大家好 这些国际呢 持续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呢 他确实前总统跟正式前总统川普 他因为呢 遭到乔治亚州的司法单位是指控呢 他密谋推翻了乔治亚州2020年的总统大选结果 那么他在昨天的时候呢 是主动的前往监狱来投案 并且呢 就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在监狱里面 留下囚犯罩的一个总统级任务 那么对此呢 现任总统拜登呢 他今天也做了一个回应 他表示呢 川普他觉得 川普他的囚犯罩看起来相当英俊 那么川普他事后在社群媒体上 X他就复途发文表示呢 自己是永不投降 而他这历史性的一个监狱大头照呢 现在可以看到 如今呢 也成为可以带来大笔进账的一个热卖商品 可以看到呢 川普他的竞选团队是欣然接受他的被捕形象 在川普的一个竞选网站里面 他们就开始贩售 应有川普他二瞪镜头的一个囚犯罩的一些周边商品 那么其中呢 可以看到呢 就包括了一些T恤 而且呢 是有两个颜色呢 而且是不分这个长袖跟短袖 结为34美元 大约是台币1080元 那么马克杯呢 也有卖大约是台币25美元 大约是台币795美元 甚至还卖了啤酒的一个保冰套 汽车贴纸等 以此来为川普他2024年的总统大选来募集一些资金 而且呢 现在不止川普他本人呢 还有他的竞选团队 包括他自己的儿子也开始在行销他的一些衣服啊 还有各种海报 而在政治分歧的另一边呢 也就是川普共和党内反川普的一个团体呢 叫做林肯计划 他们也开始销售应有反川普的标号的这些酒杯啊 还有衣服 可以说呢 现在可以看到不论是川普他的敌人 或是他的友邦呢 现在都是靠着他来赚一些大笔的进账 那么这位争议多多的前总统呢 他预计在投入2024年大选的时候呢 不过呢 这些负面的消息呢 是不断的传出 以及呢 他的官司似乎呢 都是不影响他的支持度 依旧呢 他到现在还是共和党里面呼声最高的一个提名人 不过呢 根据美国的一个政治网站 对1032名18岁以上的一个最新民调 随着川普他现在的一些负面消息呢 选民确实对川普的看法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趋势 可以看到呢 有59%的受访者就认为 川普他应该在明年初共和党初选之前呢 他必须要受审 61%的人认为应该在明年11月大选之前要来受审 因为呢 其实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如果川普呢 他现在要选明年2024年的总统 美国的宪法只规定呢 参选的资格只有三个 第一个呢 是你要是美国公民 第二个 你是要年满35岁 第三个 你是要住在美国14年以上 那么这也代表呢 川普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呢 他都符合这三点 所以呢 他还是可以参选的 而且如果在定罪的情况之下 川普他当选 未来呢 川普他如果当选 他很有可能呢 就会申请宪法的一个挑战 会改这个法律 那么这也将使得美国的司法系统会陷入一个很大的混乱 所以呢 现在可以看到美国民众似乎也开始是有一个危机意识 认为川普他是不是要定罪 应该呢 当然是要在大选之前要有一个结果 那么回到呢 这一次热门的这个话题焦点 目前呢 美国的网路上最热门的话题 无非呢 可以看到就是川普他被做成各种迷因 包括呢 现任总统拜登 他是手搭在他的肩上 好像呢 在闻川普的一个动作 而且呢 川普他甚至还被做成钢铁人 川普的口卡罩史无前例 当然在社群网站一炮而红 网友甚至做成搞笑影片 除了迷因影片 川普口卡罩更是被网友大做文章 特别是跟拜登的迷因 画面中川普表情严肃 眉头深锁 穿着蓝色西装 打着红色领带 而拜登则是在川普后面疑似在闻川普的动作 这张照片也迅速在网路爆红 面对这次的起诉 川普似乎是当成捡刀枪 口卡罩也变成应援商机 现在川普竞选官网上返售一系列周边商品 从车贴 啤酒保冰套 马克杯到T恤帽子 价格都在12到47美元 相当于台币381到1200元不等 一位川普的支持者也对他的口卡罩表达看法 如今美国总统大选即将在明年11月举行 23号举办共和党初选辩论会 八位候选人激烈交锋 不过川普却因民调遥遥领先拒绝出席 而且明说下次也不会参加 根据多家媒体指出 川普党内支持率在42%到50之间 而位置第二的佛州州长只徘徊在17%到19% 连川普的两倍都不到 显然川普虽然已经是第四次被起诉 支持度仍然屹立不搖 记者综合报导 而张飞目前热点话题围绕在南海主权争议 尤其是他们在仁爱交的一个争议 主权问题是不断的升温 不断的加剧紧张 而菲律宾和澳洲两国军方在昨天的时候 结合了美军陆战队 在南海举行澳美飞的三方军演 针对性是非常强 那么可以看到画面中呢 就是参加这一次美飞澳联合演习的 澳洲两栖攻击舰坎培拉号 而美军的鱼鹰式战机 也是在空中配合进行演习 从8月25号展开的地点 这个是两国呢第一次进行联合军演 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是他和澳洲的国防部长马勒斯呢 他们也是一同来视察本次的军演 那么除了现在呢 南海的局势是非常非常的动荡 2023年全球地缘政治最直接的一个冲突点呢 还是俄乌战争 那目前俄罗斯的拥兵组织 瓦格纳集团的首脑普利格金 他当时呢是在6月的时候发动兵变 那么尽管这个兵变呢 是不到24个小时就已经落幕 但是呢西方媒体就一致的认为呢 他绝对是会遭到俄罗斯总统普丁的报复 而就在他发动兵变满两个月之际呢 现在25号就传出他坠机身亡 那么现在呢 各种的阴谋论也是纷纷出炉 西方国家就大力的暗指呢 绝对是有普丁下的黑手 遭到了克里姆林公强力否认 克公表示呢 现在已经找到黑盒子 而且呢会调查个水落石出 然后呢会将这个结果是共诸于世 瓦格纳集团前首脑普里格金坠机身亡 各种阴谋论甚嚣尘上 俄罗斯宣布最新进展 表示已经找到十具遗体 正在进行身份的辨识 虽然大提都已经烧焦 但是俄媒报道 因为普里格金的左手指有所残缺 所以瓦格纳一名前 只会关聚子认出他的遗体 而关键的飞行记录器 也就是所谓的黑盒子也找到了 会交给有关单位分析 西方国家普遍暗指 俄国总统普丁是幕后黑手 但是克里姆利公强烈否认 强调这是谎言 表示一定会调查个水落石出 而普丁的亲密盟友 白儿总统卢卡申科 也表示这个手法太粗糙 并不符合普丁基于算计 以及冷静的风格 卢卡申科同时爆料指出 他收到有人要暗杀普里格金的情报 他把这项机密消息传给普丁 后来普里格金向他证实 普丁有要他小心 而普里格金身亡之后 谁会是瓦格纳新的领袖 备受关切 根据俄国媒体的报道 普里格金在发动病变之后 普丁建议由错号挥法的 瓦格纳创始高层 也是俄军退役上校 特罗社夫接管 挥法今年70岁 曾经涉入瓦格纳 在叙利亚的作战 也参与过车程和阿富汗的战事 是瓦格纳集团中 一位真正的指挥官 记者综合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有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